在足球世界,相比起拿冠军,获得外界打心底的尊重更为难得 大家好,我们是玉珍济世 此刻你将和我们一起去探访世界客都和中国足球之乡 自南向北,我们在去往梅州的列车上 一直在想与这个地方会有哪些不期而遇的美好 不曾想,刚一踏入这片土地,就被街头巷尾遍布的足球元素给打动了 广场上,街道旁,公园里,绿地中,足球元素随处可见 还有各种足球主题公园,足球场,足球赛 简直就是一座为足球而生的城市 在梅州武华县,我们很幸运地采访到了一位资深球迷 即使我们此前素未谋面,但客家人对待陌生人的善意和热情 再次让我们心怀感动 在那个夜晚,我们听吴大哥从当地人的角度讲述了梅州足球的魅力之处 因为我现在40多岁了,其实我们很小就踢球了,就现在我以前读那个小鞋啊 我们有一块标准的足球场,还是真草皮的 你现在就我们县城来说吧,我们都有很多场地 基本上像那些学校的,就不用说了,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足球场 连那些,我有一些朋友50多岁的,都很喜欢去踢球 相对各个学校啊,比较重视,经常会组织一些比赛 那你小孩子在学校他都学会踢足球,那出来工作他肯定也会经常有一帮朋友去踢 像我们同学机会,我们基本上都是组织,下午就先踢一场球,然后再去吃饭就这样 你同学就当啦啦队嘛,所以这样氛围就比较好 我觉得主要是一带一带传下来这种 足球的确也是照耀梅州这番土地的荣光 1873年,两位传教士将现代足球带到了梅州武华 梅州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足坛大厦四方的世界球王李慧唐就是梅州武华人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前,足球运动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李慧唐的时代 拍摄期间,我们也专程来到了李慧唐故居参观 隔着石剑之河感受一代球王的成长 1956年,国家体委授予了梅县地区足球之乡的称号 在现场看到无数的球迷组成方阵 加上前面的这个横幅标语,战棋总是能够让您心肠旁判 在中国的现代足球历史上,梅州更是走出了一大批国脚和神脚 所以梅州足球之乡的称号当之无愧,也赢得了中国足坛的尊重 要知道,在足球场上比战胜对手更难的是获得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 那么,除了历史原因,梅州足球为什么能踢得让人心生敬意 请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方案 在去梅州之前,我们从未想象到 一个地方的人会对足球爱得如此痴狂 我们运气比较好 确实,梅州市第九届运动会正在举行 梅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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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雨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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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是一塊足球熱土 有很好的先天條件 但現代足球競技 卻不只是有熱愛就能出好成績 畢竟光從成績來看 足球其實是資本的遊戲 因為你說像現在足球來說 就全球來看是吧 其實都跟資本是掛鉤 你看像以前巴黎聖月曼是吧 一直不停地砸錢買人 那你超級球星 那些人家培養出來 就直接錢買過來 你說像梅州客家 畢竟是屬於我們地方性的球隊 大家都知道足球 真的是一個燒錢的運動來的 但正是在金元足球的背景下 每周人對於足球的熱愛和執著 更令人肅然起敬 體育競技的終極意義 從來都不是冠軍 足球的真諦是熱愛 我們堅守住的足球最可貴的東西 真的足球運動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 真的很多時候 不必要太過看重於那個冠軍 因為我們打足球是為了什麼 鍛鍊身體 因為熱愛 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覺得這樣非常好 因為後肌勃發 你不是說拼命靠錢 砸下去買幾個好的球員 來一下子衝上去 這樣沒用的 就把自己本土的球員培養好 慢慢慢慢打上去 這樣我覺得反而是更加穩健 這樣我們一直都會保持有這個球隊就好了 我就也不希望他說 要打到什麼中超冠軍或者什麼 你很多時候不要一下子 把後面的老闆給搞空 到時候第二年就沒有了這個球隊 那就更麻煩是吧 是啊 對於真正的球迷來說 冠軍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在當地人心裡 能有一支家鄉的球隊一直存在 可以去到現場 為他們加油 無論他們是打中儀 中獎 或中超 都比任何榮譽來得實際且重要 在足球的帶動下 梅州人對於籃球 排球 乒乓球等運動的熱情也非常高 我們在梅州市區 新穎市區和五華縣城 白天過夜晚 都看到了激情運動的梅州人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地方 像梅州 在梅州 這次全民 這麼熱愛運動 把足球看得這麼重要 然後呢 把運動員看得這麼重要 就那份很純粹的熱愛就是 很讓我動容呢 會讓我有一種感動的感覺在裡面 謝謝 梅州 是我們見過的全民運動氛圍最好的城市 這期關於梅州足球的主題內容 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一見三連 關注我們 下期視頻 我們會帶給大家 更多關於梅州的驚喜 他追著太陽跑 卻在自己的影子裡跌倒 他唱這一首歌 卻不曾被什麼人聽到 他像傻瓜一樣的思考 但他就是知道 有什麼在心裡燃燒 有一天一定會被看到 奔跑高 年輕的體能啊 反正會變得 身體變成江河 身體變成江河 這期內容 我們的重點是梅州足球 下期內容則是客家文化 客家美食 以及梅州人的生活現狀 歡迎關注我們接受更新 我知道如果你不是廣東人 或對足球不甚了解 梅州可能就會是一個 非常陌生的地名 的確 梅州經濟並不強勢 也很少在大眾媒體露臉 但如果你真正用心去感受它 一定也會像我們一樣被打動 並會發自心底的說出一句 I love you